We're back 现在从那个碉堡上下来准备去走一下那个Gorge 就是那个叫什么的 一下忘了 走一下Gorge 从这个地方要走一个大山坡 然后一直往那边走 峡谷 Yes 不知道这是什么Fruit 真饱满 像橘 像什么呀这看 走的不行道走了一段时间可以看到那个Rune变得很高很高了 就是刚才被1485年被毁掉的那个城堡 路边的这一位匹马 沿途去这个峡谷的地方有很多这种Rune 就是应该是以前的什么建筑物已经被坍塌的东西 路都是这种石头路 不好走比较滑 但是旁边的风景特别好看 看远处这山 还有这些个树多漂亮 下面就越走越低了 有120米的落差 还是有人走的 这些都是Olive tree 不过远处那些应该都是Almond tree 就是杏仁树 因为这个地区杏仁特出名 已经可以远远的看到那个我们要去的地方了 如果你要在上面走的话也可以沿着这个岩石边从一头走到另外一头 现在已经基本上走到山脚下了 在我眼前都可以看到所有基本上这几个重要的古遗迹 这个正好是在我的眼前 这个是公元前的凯撒大地的时候建的那些城墙什么的 现在都已经塌的就生一点石头了 然后在我的左边 这就是三个桥里面最出名的这个桥 这个桥是上下落差是120米 等着每年的雨季才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 它这里的水会长得很高 所以它这里以前还曾经有过一个水坝 发电的水坝 那些徒步的走很远了 走得半清腰了 看得更漂亮 雨季的时候这个整个都是出步的 现在从这个看到第一个bridge 往中间那bridge走 它这些wall都是original的 都有好几个上千年了吧这就 回去的路比刚才走要好走多了 路边这些像干枯一样的树 实际上就是almen tree 就是杏仁树 你看这上面结了好多这种杏仁谷 everybody yeah people been creative 银子 不管走 不够了 就是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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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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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从那儿早上起来从那儿走 从后山上下去的 然后从前面这条弯路回来的 回来的路比去的路要容易多了 走这个梅迪呢还是可以走到另外一个坡 走这个梅迪呢还是可以走到另外一个坡 小Square去那边 他们这街道不仅老而且干净 保护得多好 他这个经常走一走就会碰到有水 这水都是山泉 走出来就到了一个小Square了 小Square还是挺漂亮的 现在从这条路走下去就是 这个是很老的了 这个是很老的了 是比好像是12、11年吧 然后远处这个bridge 是BC之前盖的 这个bridge也是中世纪时候盖的 看旁边都是1G 看旁边都是1G 然后这个 旁边这个小一点的 Foodbridge是BC之前盖 不是就是BC盖 眼前这边是罗马的一个bass的遗址 就是洗澡的 时间太晚了 没时间去 去走这个公园前的 公园前的 公园前的 桥了 就这么拍一下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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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